台湾星期四宣布在南美洲国家 龟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 不到24个小时 龟亚那极速宣布取消有关协议 并重新持续遵守一中政策 台湾的外交部对此深表遗憾 认为是北京施压的结果 龟亚那外交部长陶德 星期五接受外媒采访时说 起初不认为与台湾合作会有问题 强调纯粹是贸易考量 会见中国大陆代表团之后 就决定取消台湾办公室 台湾传媒分析 龟亚那立场反复 突显的不单只是台湾 在两岸日吹激烈的 拉美外交战役中的持续劣势 也显示出中美两国 当前在拉丁美洲的权力指消彼奖 龟亚那有大约78万人口 当地天然资源丰富 拥有原油、黄金 和美国以及加勒比海国交关系友好 美国近年担心 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会加深 与此同时 龟亚那一直和大陆保持邦交关系 大陆承诺向龟亚那 参与当地公共卫生建设 有分析认为 北京的疫苗外交 成功令龟亚那撤回同台湾的协议 未来民进党政府 不要说无法拿成立新代表处 来令北京难堪 就算要在未设代表处的国家 新设一处经贸文化代表办公室 亦都难上加难 台湾外交冒进的作为 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绝对是和不是福 反映想在区议会内拿钱 做这些推广宣传是很困难的 现在批的钱可能以前十分一都没有 我想这个某程度上 如果因为这些政治原因 而影响了防罪 都是有些遗憾的 为何会觉得是政治原因 从何看得到呢 我们也是和很多分区灭罪会讨论 从拨款来说可能是各样原因 会不会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给了你灭罪 好像帮了警察 我们都发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